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地儿六万多我们的墓来 哪天都有安葬的 喝葬的 在咱们这儿每年 基本上是一千多位 每个月就是将近一百分 有点少 有点多 因为咱们中国人安放这个日子 跟他去世的日子有关系 在这儿工作二十年了 就是每天主要工作就是 给家属安葬 合葬 就是打扫卫生 这院里这烂七八糟合作 他这个职业就跟演员一样 这种需要 从内心的咱们主要是一个是理解 把家属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他们 就是多是从安慰 从他们来对家属来说 我们是多安慰 对于这个去世人的 就是那个国会和 就是一种尊重 就是那会儿不是九几年干活 找活不好干嘛 不好找 后来自己就是托人找到这儿来 就是这个人一直感谢 刚来的时候就是 反正就刚刚来的时候 对其实咱们这个岁数 这么在这儿来的 也不害怕什么的就是说的 成续自然而然的就进去了 就融到家属这里边了 对具体的表现有的时候不大爱说话 因为这一天吧 你说的比较多 有的时候呢 就是当家属的事情 跟自己经历相同的时候 自己也有过失去亲人的时候 当跟自己相同的时候 往往也能激发出自己内心 那种对亲人那种感情的流露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后来慢慢才干了这个 刚来的师父都慢慢师父在带你 先父子母 就是都写的这一半 多的最多的就是先父子母 都是这 我就是要通过我的工作 让家属更好地去生活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有成就感 好多的这个我服务过的音员 给我就成为朋友 在生活中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们也在生活中 包括我在生活中 可能有些遇到一些困惑 遇到一些难处 都会主动跟我沟通交流 我也就是以我的工作 给我带动 没有 要有 我要有这想法我都不来这干了 就是人家一介绍就说干这 就上这干这个我就直接跟着来了 要是人家要一说干这 咱要有那个什么想法 咱就来也不来了 这个人家总有一天 对不对 这个你 这些问我 你要早晚一天 反正都得过这一关 对不对 那你不要想选择 你不能再次准备 对对对对对对的 我只是想选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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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